Anno, 下半年第一次见你, 今天大事有什么焦点? 如果说今天焦点上, 其实我会集中提起一些影起的股份 因为我相信未来陆续都会来的 你每天会看到三四五间公司会发影起 因为始终八月就业绩期了 最高峰的时间, 你要形起就是说这段时间开始发 你会开始市场就在找到哪些行业 其实可能会说市场miss your focus 或者会觉得有惊喜上面 或者未必一定是营起的 或者个别企业消息如何从现在市况上影响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过去几个星期 炒股炒股炒股的格局 如果说大市方面, 当然我们过了美国的浪范之后 市况大家会觉得看到浪范的数据出来了 市场不是很害怕, 市场价格在下跌 但你又想想之后又有CPI的数据 当市场仍然在关注通胀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每个星期都有焦点 这个星期又可能看CPI, 下星期又看PPI 然后又看PCE等等 然后转过头下个月又浪范 短线来说, 我觉得今天除了过股焦点 但大市方面, 你可以留意上 上星期五有点过去 就是说有些恐慌性炮手状况 原因就是因为很害怕浪范 而浪范出来是好 但不是好过预期很多 即是职位增长多 但在人工升幅上 或者失业率上 未去到市场最担心的 惡性通胀的状况 所以市场价格 今天就应该能够弹一些 但在焦点上 可能看个别股份 有些什么股份 可能留意上 中星是其中一种 还有现代木劫 又发了营起 有些原奶股 市场其实在上半年 佛市了 但留意资金是否去炒 如果你还在开车 这些股份 4S 原奶股上面 我觉得也是一些 应该留意的焦点 好